637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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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太古的武学带到人类生存的所有角落 望了望崩塌中的太古 浩浩的盛光满地族人的尸体 一鸣鸣太古人族哽咽着 猛的一咬牙化为流星向北海的方向 急驰而去 拦住他们 一声嘶哑的咆哑声从黑暗远征军的方向传来 大量的黑暗远征军向北方拦截而去 一团血光从天空而落 远征军中爆炸开来 在拦截黑暗远征军的前方 一道人影挺身而立 那是血海魔君 硬东来 在他身旁 是五名领悟了世界的北海囚徒 无忌 你过来 我有话对你说 白虎至尊的声音 再次在风云无忌的脑海之中响起 天使大军中 一道弧形剑光骤然停住 剑光下 凝聚出来风云无忌的身形 望了一眼群风的方向 风云无忌的身形一荡 往群风的方向积视而去 在他身后 漫天天使僵力不动 片刻之后 突然毫无预兆的爆炸开来 化为无数的光点 消散在虚空之中 山谷内 白影一闪 风云无忌出现在 白虎至尊的身前 一见到白虎至尊 口鼻内 也开始流出血液 心中一阵 吃声道 至尊 白虎至尊摆了摆手 虚弱的道 无忌 我的时间 不多了 你听我说 玄武在临死前 将他全部的胜利 和玄武圣兽的种子 全部轰入我的体内 我现在 将白虎 玄武两大圣兽 最核心的胜利 传给你 听到白虎至尊说自己 时间不多 风云无忌的心中一颤 仔细看去 终于发现 白虎至尊虽然看似无事 但他的灵魂 已经是支离破碎 神伐之雷 已经毁灭了他的生机 白虎至尊 只是依靠着玄武至尊 输入体内的两大圣兽之力 和一口坚强的意志 维系着灵魂之间的裂缝 但却早已是风中残烛 随时都可能殒灭 风云无忌 只觉全身一阵冰冷 至尊 哼 无忌 万物 有生即有灭 临到灭亡的时候 我才看透一切 人类要真正摆脱妖魔的控制 摆脱被奴役的地位 只有产生一位人类的主神 一个尾面 守护众多尾面 太古从始至终 只是人类 在诞生一位主神过程中的过度产物 四圣兽 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 而我在这里 已经终结了 我族 能成为主神的 玄元是一个 但他已陨落 法祖福西是一个 但他也陨落了 如今 我族只有你 最有可能成为主神 我无法帮你什么 只能将圣兽之力 输入你的体内 希望你能通过圣兽之力 了无成神之道 宇宙之间 神力圣上 但唯有圣兽之力 可以克制诸神 不论是光明诸神 还是黑暗诸神 一旦陷入四项大阵 便无法 从掌握的规则中 获取庞大的神力 无计 四圣兽的背后 代表的乃是平衡法则 平衡法则 乃维系宇宙平衡的 根本法则 主神位居平衡之力 第十四主神 更是曾被平衡之力 所分割 主神与这平衡之力 有着某种联系 你若是能从中领悟什么 或许 你成神之道 会大有帮助 可是 如果我 没有什么可是 白虎之尊打断了 风云无际的话 突然一掌 拍在他的胸口 随后 全身 蹦射出黄白两道强光 一团朦胧的弓团 由白虎之尊的体内 慢慢地投入到 风云无际的体内 磅礴的胜利 涌入体内 风云无际 顿时无法言语 只能默默地接受 那磅礴的胜利 以及陨落的 两大圣兽的种子 一声俱吼 山顶上 趴握不动的 白虎圣兽 突然仰头发出 一声震天的传号 随后 全身散发出 点点白光 庞大的身躯 慢慢地 在这点白光之中消失 在消失的前一刻 一团萌萌的白光 如流星般 没入风云无际的体内 那是白虎圣兽的种子 如今 一体内已有了 青龙 白虎 玄武三圣兽的种子 朱雀圣兽 只能由女性继承 是无法传给你的 但带领族人 离开这里后 与凤妃一起 她会助你 领悟 圣兽本源的 一番失为之后 白虎之尊 突然苍老了许多 高冠下 原本黑色的长发 抖肃着 原本白结的脸孔上 也生出了许多皱纹 眨眼间 便由一位风云的中年文士 变成了一位 沧桑的老者 失去了胜利的支持 白虎之尊的身躯一晃 便向前倒去 之尊 风云无忌睁开眼睛 赶紧扶住了 白虎的身子 看到白虎之尊 眼前的模样 风云无忌 也不禁悲从心急 眼中已失泪水 但却别过头去 强忍住 眼中的泪水 即便老了 失去了力量 白虎之尊 依旧是一位 令人尊敬的长者 一位不需要人 怜悯的长者 无忌 太古 已经破灭了 我们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白虎之尊 躺倒在 风云无忌的怀里 他显得非常虚弱 他的眼上 已是满是 深深的皱纹 没有了胜利的护持 岁月的痕迹 飞速地 在他身上增长 他的眼睛睁 睁不开 只有喃喃道 从此以后 人族就要靠你了 去吧 去往北海 离开这里 永远离开这里 至尊 我不想离开了 风云无忌抱着 白虎之尊的身体 仰望着远处的战火 风吹着他的衣袍 烈烈作响 他的脸上 带着一种 无比落寞的神色 喃喃说道 这里 倒下我们 无数的族人 营货 军签商 圣者 谷 西门 独孤 他们都倒在 这片大地上 即便倒时 也在战斗 我去过很多地方 物质未灭 魔界 宇宙中的无数未灭 但这一刻 我不想再走了 这里就是我的故乡 就让我陪着他们 和太古 一起毁灭吧 轻轻地放下 白虎之尊 风云无忌 站起身来 转身向战场走去 他的心意早已决定 逃亡 最终的命运 也不过是死亡 即使如此 何不轰轰烈烈 战死在太古呢 无忌 风云无忌 刚刚踏出一步 白虎之尊的声音 便从身后传来 他微微睁开了一线眼脸 目中血流如注 他的呼吸 显得很微弱 声音也低如闻纳 我不阻拦你 也无力阻拦你 但是 如果你真的不离开这里 我死 也不会原谅你 我死 也不会原谅你 那声音空旷而幽远 在风云无际的脑海中 一遍一遍地回响 风云无际 就如被雷霆轰重一般 脚下再也动不了了 他的脑海中 只剩下一个声音 风云无际闭上眼睛 早已是泪流满面 他背对着白虎之尊 长袍下的身躯 微微颤抖 声音竭力维持着平静道 之尊 所有人都战死在这里 而却独自让我一身 在外苟活 你难道希望我如此痛苦地活着吗 白虎之尊的声音时段时续 就连眉眉都变得一片雪白 无际 我们每个人从他族这里 那刻起 便不再属于自己 身为之尊 便更是如此 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 不只是你的 如果你无法成神 我要你将 所有的物学 在所有位面 发扬光大 并且 找到你的继承时 我 不会 阻止你 风云无际 扬起头 人游泪水 从脸庞滑落 他内心痛苦地颤抖着 此刻 他正面临着一个生命中重要的抉择 战死 或者是屈辱地离开 两久之后 我明白了 随后迈开脚步 数步之后 腾空而起 消失在寻风之后 无限小天地 只剑体化身 战场上 突然浮现无数的 风云无际的剑体化身 一道的剑连 在虚空之中绽放 挡住了最前方的妖魔 所有族人听令 立刻撤离战场 退往北海 风云无际冷峻的声音 如雷声滚滚 在天地之间回道 一挥剑 剑之规则再次失出 百万计的天使与恶魔 灰飞烟灭 众人压力顿时大减 看到战场中的人 依旧不动 风云无际猛然怒吼道 生 彼此需要更大的勇气 走 哄 后方的妖魔与天使 冲杀而至 悉数被风云无际 密密麻麻的剑体 分身挡住 天空 虚无之君 与创天使的身躯一晃 极弱流星般 向风云无际杀之 光暗两大强折 显然看出 风云无际 才是这里最大的阻碍 只要拦下这名人族 其余不死为虑 轰的一声 风云无际一出手 身前大片的妖魔与天使 无声无息地化为积粉 眼看虚无之君与创天使杀志 风云无际 如何不知这两个非人存在的意图 回头立刻一声 走啊 身形一晃 向远离众人的方向飞去 罢了 一名汉子长长地叹息一声 一袖一甩 猛地转过身来 头也不回地向北方积掠而去 一名名太古人族 脸上闪过挣扎的神色 终于也是转过头来 向着北方积掠而去 但半空之中 依旧有数十万之数的人族 没有离开 他们的眼中 闪动着死质 却已是存下了 于太古共存亡的血心 轰 风云无际一招 破开虚无之君 同时身形一闪 避开二十四亿创天使 回头看到 依旧有许多族人没有离开 目自欲裂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世尊 我们诞生于混沌 生于私 长于私 目睹过第一次神魔之战的去如 也经历了第二次神魔之战 对于至尊和圣殿的命令 我们从无违背 但这次 就请让我们为自己 做一次选择吧 一个声音 传入了风云无际的脑海 寻生望去 看到一名太古人族 在虚空中对自己拜了一拜 从他的眼睛中 风云无际看到了痛苦 和不容改变的决绝 风云无际沉默了 我知道了 一种强烈的痛苦 在心中激烈的冲撞 风云无际心中有难言的痛苦 却偏偏无法发现出来 他知道 这些族人已经不会回头了 谢谢至尊 战斗仍然继续 天地之间战火熊熊 圣山 白虎至尊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太古 传入了所有没有能力参加战斗的留守人员之中 一处处洞窟中 一些老人 女人和孩子静静地坐着 脸上露出哀声的神色 他们知道 太古完了 人类已经输了这场战争 圣山之巅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 在一名轻衣少年的掺扶下 颤巍巍地从圣殿地下走了上来 他仰着山顶呼啸的狂风 走过平坦的圣殿广场 走到断崖边 停了下来 老者拱着背 苍苍的白发 在风中疯狂地舞动 他的左手中 握着一卷厚厚厚的书卷 书卷打开 在风中 哗出哗哗的声音 在他右手 则指着一只瘦长的毛笔 老人在牙上眺望 他看到远处残留的战斗 看到山顶 朱雀的残骸 也看到了不远处 正在慢慢崩溃 被黑暗蚕食的大地 眼中 老泪纵横 童儿 为师已经老了 从今往后 你便是心一阵的白小生了 这卷古策 使为师 欧心沥血而成 其间 记载了上至第一次神魔之战 下至 这场最终的战役 太古 已经完了 为师希望 这卷书册 能在你手中 流传下去 即便所有太古人族 都灭绝了 但只要这卷书册 流传下去 太古人类的精神 便永远 不会灭绝 如若能此 则处处接太古 人类 永远 不会灭绝 老者摸着少年的头 说道 师尊 我一定会办到的 少年扬起头 说道 尽管 对于老人所说的 他并不是很了解 但对于老人的话 他从不违逆 啊 老人点了点头 指了指山下 去吧 去往北海 离开这里 那师尊 你呢 我 哈哈哈哈 我 自有我的去处 少年 似乎明白了什么 突然跪了下去 对老人 扣了三个响头 眼中流出眼泪 哽咽地道 师尊 弟子 一定会办到的 呵呵 老人慈祥地笑了笑 挥了挥手 然后看着少年的身影 从崖上落下 消失在了北方 苍老的背影 立在崖上 移动不动 远处 能浩浩地毁灭光芒 渐渐 向圣山靠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